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公司好多事吗 我累了 怎么这么累啊 没睡好 身心疲惫 这年头男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 别那么拼命 身体是自己的 你这样看着心疼 说不定哪天啊 这二号收工了 那也好一了百了 不许你这么说 我要你好好的 我去给你打拖心 别痛别痛 那让我露会儿呢 我这也这么待着 放松 舒服 别闹 那衬衫 放心吧 我给你买的衬衫 有一件一模一样的 聪明 行 那这衬衫归你了 随便着急 你也是我的 我随便着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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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认识吗 蓝欣 公司三个月前新聘的设计师 可公司以前的设计师不都是男的吗 那是以前了呀 这个蓝欣啊三十二岁单身 哎 话说这个年纪的女人嘛应该是很恨嫁的呀 你知道吗 女人一过了三十岁那行情就大跌了 这照片哪里来的 家里电脑里的 修电脑的时候给蹦出来的 说是病毒 这就是病毒呀 没想到这个狐狸精啊真的去勾引你老公啊 小强我告诉你啊这种病毒必须要立即杀绝 这种办公室恋情火是包不住纸的呀 哦不对 纸是包不住火的呀 哎 总归会露出来一点的 但是单凭这张照片 你们家老刘啊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出轨的 天下男人的绝杀秘籍 就是打死都不招 除非你捉肩在床 捉肩在床 那我想干嘛呀 我又不想离婚 自从我嫁给老刘 我一门心思就是这个家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在外面会有别的女人 那天我看见这张照片真的 晴空霹雳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办 我知道的呀 对你来说家比天大 可是这种事情你也不能不管的呀 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婚姻 不惜一切 对的 不惜一切 让小小小去死吧 别哭了呀 别哭了呀 来 一百天纪念 干杯 来 来 一百天 三个多月了啊 日子过得真快 可是 真不知道这种感觉能多久 有一天你会不会烦我呀 怎么会呢 说实话我每次跟你在一块我都会觉得很放松 而且很开心 可是我每次见到你都感觉像是最后一次 人缺乏安全感 来 不说这个了 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想什么 我想亲一下 公共场所 低调 咱们低调 那你说 不说我现在算你的什么 女朋友 还是亲人 红颜知己 红颜知己 我喜欢这个词 事为知己者死 好 来 好 特别 优优独播剧场 稍稍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